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进行行为经济学的探索 在2017年的时候 芝加哥大学的Richard Taylor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从此行为经济学作为一个热点话题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大家都在问行为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对我有什么影响 它对这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追逐热点本身就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行为之一 那么追逐行为经济学的热点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呢 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 能够让大家深刻的认识到 你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决策机制 以及它对你的经济学策的影响绝对是一种理性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它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一个结合 它系统性的研究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 如何偏离理性人的假设 换句话说它就是研究人的行为 到底在什么方面有非理性的成分 那么具体举例来说 你买了一只股票它忽然跌了 你明明知道它可能会继续跌 但是就是忍不住割肉 这我们叫做损失厌务 同时你很努力的工作 希望涨很多的钱 可是你一上网就忍不住去做手 那这是你的时间的这个计划和执行的不一致性 我们称作这时间偏好的不一致性 你的新人生病了 你可能到医院里特别想要给医生一个红包 或者找到认识的医生 才能够放心的让他去给你的新人做手术 那么这里面体现了一种我们所谓的社会性偏好 那么红包究竟有没有用 这也是后面我们会展开探讨的话题 最后各种媒体来宣传或者报道 你服了老人就会被讹诈 那么你听这个报道是不是觉得事风日下 之后所有的老人都不应该服了 那么这是你对概率判断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偏误 那么我们以后的课程会在这些方面 引导大家来探索你的心理决策机制 怎么样系统性的偏离了理性人的假设 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历史 那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 也就是亚当斯密时代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著作叫做国富论 里面分析了人的自私自利行为和经济系统的这个发展 大家很少人知道在更早的时候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道德情操论 那么在里面他实际上系统性的分析了人们的非理性行为 那么今天很多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和他这个书里面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也就是说在经济学发展的初期 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并不认为人一定是完全理性的 在20世纪呢 经济学经历了一个飞速的发展 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兴起 采取了理性人假设 因此能够把能的行为数学化 创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研究的范式 造成了整个经济学的繁荣 当时呢 行为经济学是也在萌芽的发展 但由于它的假设是偏离的理性人的假设 所以长期以来呢 被主流的经济学所忽略 所以处于一种艰难发展的状态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开始询问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 那到底人们的行为是不是有非理性的成分 例如非常著名的行为金融学家 Robert Sheila教授 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预测到金融危机的人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经济经济学开始更多的被人们重视起来 更多的用于分析人们的实际的这个经济行为 那么进入大数据时代 我个人认为是行为经济学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 因为大数据时代对人的个体决策有积累了很多的数据 我们需要一种范式去研究这些人的个体决策行为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后还会继续谈到 学习行为经济学有什么意义呢 下面我想从对个人的意义 对企业的意义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 三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于学习行为经济学对个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一套自动的生物算法来执行的 而我们完全意识不到这套生物算法的存在 所以意识到你的决策机制 能够观察你的决策机制 就有助于跳出你的决策机制 能够使你产生真正自由的理性的选择 另外在大数据时代 算法会越来越多 数据会越来越多 它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那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你可能受到各种各样商家的这种政策的影响 而受到自己的损失 所以我觉得先于算法了解自己的决策机制 就是开启这个自我觉知的大门 绝对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知道现在进入了大数据时代 很多企业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个人决策数据 可是很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 怎么样去用这些数据 那么传统的方法 我们会使用人口学背景 男性女性来划分人群 可是这个方法已经过于粗糙 那么在这个积累了这么多数据的时代 什么是系统性的分析人们心理决策机制的一种范式 那行为经济学过去二三十年的研究 正好提供了这种范式 那行为经济学预测的人们的行为 实际上是有跨情境的一致性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有自我控制问题的人 那么你不但会熬夜 你不但会过度消费 你可能也还不上贷款 所以企业可以从一个方面的行为 来根据心理决策一致性 预测另一个方面的行为 这样来说对企业制定他们的这个政策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那么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什么影响呢 学习过一点经济学的同学都知道 宏观政策分为两个流派 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流派 一个是凯恩斯流派 那么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人是完全理性的 因此没有这个需要干预人的行为的这个政策空间 而凯恩斯学派会认为 人的很多行为假设是根据他日常观测到的 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 因此有必要进行政策设计 举一个例子来说 关于人的储蓄行为 那么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人会很好的规划他一生的储蓄 在年轻的时候贷款 中年的时候消费 并未未来养老储蓄 因此我们不需要干预这个养老的储蓄行为 人们也可以很好的安排 但是凯恩斯学派会认为 人们的储蓄呢 是根据当期收入的一个百分比 因此当你退休了以后 你的储蓄会急剧的降低 会造成你晚年的生活 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那么就需要有人为制定这个养老储蓄的 这个政策的空间 那么这个两个政策的差异的背后 在于对人的微观行为的假设不一样 那么这正是我们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因此我们研究的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 可以对宏观政策给予极大的一个 实证的支持和一个反馈 那么除此之外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呢 有非常不一样的特点 它通常是以低成本和高效率来著称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需要去撬动一个理性人的决策 而是我们知道他的决策有非理性成分 比如就储蓄问题而言吧 如果是传统的政策可能需要增高利率 他才能够储蓄更多 但是如果行为经济学家认为 他是因为有自我控制问题 不能够去储蓄 那么我需要提供给他的就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机制 这种机制本身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那实践证明这种样子的行为政策 确实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储蓄率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那我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节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主要介绍了行为经济学是什么 以及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历史 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了行为经济学对个人 对企业以及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意义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会更多的更详细的去学习人们的各种决策的偏误 以及它对你造成的影响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那么下堂课呢我们来系统性的讨论一下 什么叫理性行为 什么叫非理性行为